大家平安,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神经 我们今天来阅读《明书记》第25章 这一章的经文是继巴兰跟巴勒他们串通 想要咒诅以色列的计谋 失败过后所接下来的发展 很明显,当前面几章 以色列人是蒙在鼓里面 因为巴兰跟巴勒是在远处 想要透过言语的咒诅 或是一些法术的诗语 用我们今天的话,可能下降头 这一类类型的东西 一些巫术,让以色列人的生命产生混乱 但是上帝在这一些敌人所发誓的案件当中 上帝帮以色列人挡住 把巴兰的咒诅化成祝福 这些的计谋其实就失败了 在昨天的经文第24章的最后节 说巴兰就起来回自己的地方 而巴勒也回他的路上前去 那么这25章的事情可能是过了一段的时间 巴兰有没有回到自己的地方呢? 从这一章发生的事情对照第31章 我们就知道巴兰大概没有回到自己的地方 这里的经文的主角是什么呢? 在第25章提到以色列人在省庭这个地方 因着摩亚女子的诱惑 那么就犯了奸淫 那后边呢?第14节 应该是第7节那一边 第6节那一边 就提到一个米甸的女子 那弟兄姐妹 这给我们想起什么呢? 摩亚跟米甸 其实在第22章 23、24这几章 当巴勒王 这个摩亚的王去寻找巴兰的时候 在前面几章的经文就提到 摩亚跟米甸 其实是串通的 他们是一起结合起来 team up 对吗? 要去对付以色列 而在第25章这里 就看到这两个族群的女子 摩亚的女子 还有米甸的女子 也在当中带来这个的诱惑 我们先讲第25章 那我们再看看第31章的一些的线索 第25章这里就提到说 一些人在这个地方因着与摩亚女子行淫 犯上奸淫 而且还被诱惑 一同去向这一个的神明来献祭 而且吃了这些的祭物 跪拜他们的神明 与这一个巴利比尔联合起来 因此上帝的怒气就向他们来发作 在新约或者在今天 有些时候我们会讨论 到底可不可以吃寄过偶像的食物 我们常常会引用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8章 讲说这一个偶像算不得什么 这一段的经文 但是我们往往就忽略了第10章 那边谈到的就是旧约以色列人 怎么样在旷野带金流度 还有这样子的一些的经文 与这一些的偶像结合 在这一段我们就看见 圣经很清楚地表达 这些人是跟这个的女人 外祖摩亚的女人行营 而且还祭拜偶像 还吃了这一些的祭物 经文说得很清楚 他们就跟偶像联合在一起 透过迎刑 透过敬拜 透过吃喝就跟偶像联合在一起 而上帝的愤怒就向他们来发作 经文提的很明显 在后边谈到有瘟疫 在第9节说 那场的瘟疫就死了两万四千人 那么中间就提到上帝说 这一些的领袖要单单这些的罪恶 第四节说 要拿下百姓中所有的领袖 要把他们杀了 平息我的怒气 换句话说 上帝的怒气 真的透过瘟疫 在运行当中 而怎么样仔细呢 领袖需要负上责任 我们在前面的经文曾经讲过 立位人要负上责任 这个祭司要负上责任 因此当这些领袖 这些的以色列人在犯罪的时候 他们的支派 他们的当中的领袖 就要负上责任 这时候圣经就说 这一个摩西就吩咐 把所有跟巴黎有拜偶像的 相关的这些人都要带来 都要杀了 正在哭泣的时候 经文说 在第六节 在哭泣 摩西在哭泣 领袖在哭泣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犯这个犯罪 百姓犯罪 上帝要审判 而且瘟疫正在进行 在这一些的情况里头 有另外一个的人 还光明正大的 不顾延迟的 带着一个的米店女子 去到这个的帐篷当中 是要行淫乱 这一个祭司 以利亚撒的儿子 菲尼哈看见 就拿着这个的枪 跟着他们进入到帐篷当中 就刺穿了两个人 经文说 就是刺穿这个以色列人 和那女子的肚腹肚子 一个的长腔 刺穿两个人 能够这样子刺穿两个人的肚子 表示那两个人是非常靠近 可能就是正在行淫的情况 圣经说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 瘟疫才止息下来 等下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 为什么开始提到第31章呢 31章那一边提到当时候 以色列人打败了米店人 在第31章 第8节就提到 他们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 巴兰不是回到自己的地方吗 没有 他在米店人当中 第8节说 他们在攻打米店人的时候 把巴兰给杀死了 不单单是这样 在第16节说 正是这些的妇人 因巴兰的话 在比尔的事上 导致以色列人背叛耶和华 以至耶和华的会众 遭受瘟疫 我们现在知道那一个的原因了 为什么在第25章这里 忽然间会提到 忽然间以色列人就好像陷入在 这一个的偶像崇拜 淫乱当中 很明显 是因为巴兰的诡计 巴兰没有办法透过言语 或者巫术来去咒诅以色列人 但他随机 他没有回去 他就去到米店人那边 他就用了另外一个的计谋 而这个计谋更可怕 他让用女色 米店的女子 摩亚的女子 进到以色列人当中 诱惑他们 以色列人就与他们来形影 第二姐妹 有些时候我们很害怕 所谓的巫术 下降头 这一个的咒语 这些巫术 鬼上身 我们很怕这些东西 但是 昨天我们说过 如果我们的心像是上帝 这些东西不能够 就进到我们当中 暗箭不一定是难挡 因为有上帝帮我们挡 但是 巴兰的诡计是什么 巴兰的诡计看到 既然用这些的方法不行 他们做 他就做什么呢 他就用美女色 用偶像 看得见的 摸得着的 感受得到的东西 就把以色列人给诱惑去了 第二姐妹 什么东西更可怕 巫术可怕吗 当然可怕 但是上帝与我们同在 看得见的 眼目的情欲 心中的骄傲 这种的 肉体的情欲 第二姐妹 这一些 可能更容易 把我们陷入在罪恶当中 我们的心 必须要向着上帝 我们什么时候远离上帝 什么时候放松下来 我们就容易掉落 在这一些的陷阱 这一些的 可怕的情况里头 第二姐妹 在这一段的新闻 上帝特别提到 这一个祭司 菲尼哈 他说 上帝说什么呢 他说 他以我的妒忌 为他的妒忌 在第十一节那一边 他要让菲尼哈 他永远做这一个的祭司 他的后代 因为他为了上帝而妒忌 上帝会妒忌吗 妒忌就是一种的情绪 情感 这种的妒忌 或者用另外一种的表达 是一种 祭邪 上帝爱他的子民 当他看到他的子民 去去拜偶像 去去行淫乱 去去做上帝心中 不愿意做的事情 上帝就感到妒忌 是这种的情况 这种妒忌 是神圣的妒忌 而菲尼哈 拥有上帝的情感 第二姐妹 看起来我们说 我们要亲近上帝 我们要紧紧跟随主 我们要拥有上帝的情感 愿神帮助我们 真的在上帝的面前 我们分别为圣 持守圣洁 紧紧地跟随基督 好让我们不至于动摇 好让我们不会 我们不会在案件 或者明刀当中就失败了 愿主帮助我们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怜悯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实在太软弱 很容易受到眼部的情欲 心中的骄傲 这些肉体的试探 来得救救跌倒 求主怜悯 借助圣灵更新我们 在耶稣基督的拯救当中 我们能够继续坚定不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在耶稣基督的拯救